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也许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上帝怎么那么严厉 这么尽忠的仆人摩西 他也不过就是 上帝叫他吩咐磐石出水 就是他击打磐石 然后他就不能够进去迦南地 他那么努力 他那么的跟从 为什么会这样子 事实上里面有一个很深的 隐含的意义 所以让我们来看圣经请看 好 初埃及记十七章五到六节 这是第一次是击打 耶稣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 这是第一次是击打磐石 你知道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吗 等一下告诉我 请看下一个经文 好 这是第二次到民述记20章 耶稣华小玉摩西说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 招聚会众 去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来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这边是吩咐不是击打 我们再看下一页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次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稣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中我为胜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 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所以你看后来摩西跟亚伦 都没有肉身的进到 迦南地应许之地没地 可是你觉得为什么 你叫我吩咐我用石头打 石头不会痛 我用杖打石头石头不会痛 我打他两下又怎么样呢 事实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上帝要告诉你 请看下一页 弟兄们 就是你看这是新约了 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 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这边在讲出埃及的过程 请看下一页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这边说的零食不是你吃的那个零食 是属灵的食物跟属灵的水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你现在知道了吗 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击打那个磐石两次 因为耶稣只一次为你受罚 耶稣一次就完成了 可是那个磐石是预表基督 你看这边说他就是那个零磐石 那个磐石就是基督 基督只要受罚一次受死 一次我们复活一次就成全这一切 可是摩西击打了磐石两次 所以才会这么的严重 你要了解一件事 如果在世界上没有摩西 你还是可以得罪因为有耶稣 可是如果世界上只有摩西 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神何等的看重这一切的事情 我们再看下一页 并且不 西伯来书九章十二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肚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纸 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看你会发现这里 西伯来书说你一次进入圣所 你只一次进入圣所 神耶稣基督一次进入圣所就永远赎罪 所以神赎了你什么罪 神只赎了你过去现在的罪吗 没有 祂赎你过去现在未来全部的罪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 永远都赎尽了 而且一次就完成 我们看下一页 西伯来书十章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指 一次献上了身体就得以成圣 耶稣指一次献上了身体就得以成圣 所以有人可能会告诉你 你要努力 你要做更多 你得救了 你还要继续持守 你要努力祷告 努力敬拜 努力认罪 努力悔改 努力奉献 努力做一堆事 努力读经 你才会继续得救 不是的 这边说主一次献上 我们就得以成圣 我们就得以被赦罪 你就是义人 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 一次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永远称义 永远成圣 只要你不是刻意的 长久的就是丢掉耶稣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耶稣 他就是只要信耶稣 然后就可以随便 胡作非为了嘛 杀人放火嘛 不是这样的 你当然是打从心里 真实的接受耶稣 一个真的接受耶稣的人 你不会这样做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也许你觉得你好像信心软 也许你觉得好像信心不够 有人告诉你 你的信要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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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才会得救 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信心软弱 虽然我可能会不信实 可是我的神是永远信实的 永不改变的 我靠着祂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我得以成圣 我得以完全 我得以被赦免 而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即便看起来 像神对摩西很严厉 其实到耶稣 在变相山变相的时候 神是把以利亚跟摩西 都带到变相山 变相山在哪里 在迦南美利里 摩西还是进去了 你懂吗 只是上帝有祂的时间 祂的心意 让我来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 耶稣只一次献上了身体 就使我们永远赦罪 我们就永远赎罪 我们就得以成圣 我们不用再击打凡石 第二次 耶稣一次为我成就 我就蒙福了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亲一族知道 神很喜欢你 你是祂的儿子 你是祂的女儿 祂看到你就喜欢 因为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透过耶稣上帝看你 何等的可爱 何等的美好 你就要蒙福 你就要喜乐 你就要得胜 奉耶稣祢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